傅彦亭 这里 这里不是三年前的那家酒店吗 我这是 重生了 姐姐 你死了 是我们都 上一世 我的好妹妹宋毅然为了争夺宋家继承人之位 不惜和我的渣男未婚夫诬陷我和别的男人勾起 我彻底身败名列被赶出宋家 最终 傅彦亭本人也为了救我死在车祸之中 啊 傅彦亭 前世你与我有关 又因我遭此无望之在任意是 换我来守护 记者朋友们里边请 是谁 你干什么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不然还能有谁 我的好妹吗 宋云你疯了吗你 你喊我什么 宋云你 我再问你被你喊我什么 闭嘴 宋亦然我是宋家大小姐 而你只是一个私生 敢这么跟我说 目无尊长 要还带着这么多记者来呀 宋云闭嘴 你逼我动手打你 我说了别逼我动手 宋云你作为我的未婚夫 竟然和我妹妹 还带了这么多记者来周间 你想干什么 你又想拍手 别太过分 毅然碰巧看到你和一个男人 进了酒店 只是怕你误入歧途 所以呢 带着相机来带着记者来 姐姐你误会了 我真的是 真的是来捉奸的是 好啊 人呢说到了吗 少爷 毅然只是为了你着想 不要这么咄咄逼人 他毕竟可是你的妹 哎 他一个小三的你 看在固然的就是数字 看到我都得跪下 跟我们喝头行 这种身份 凭什么走呗 你 我说错了 还是说 你心疼了 不过不远我说 你张家脑子行不行 我们还没退婚呢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么 装都烂的装了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 我只是害怕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况且 是我们抓到你初品在先的 这点事 你是不是该给个解释 解释 你无凭无据的 我凭什么花时间向你自责 我们还没结婚呢 可是姐姐 我正好看见一个男人进了你的屋子 你的房间 真的没有人吗 不是我们不相信你 只是依然亲眼所见 我们不看一看 怎么知道有没有 是啊姐姐 你不让我们进去 是你心虚了吗 想找正经就直说 少拿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恶心 要是找不到你们想找的东西 后果自负 这是什么呀 领带又不是只有男人才可以用的 我刚进了一套西装 怎么 有什么问题呢 我知道 倒 怎麼會沒有呢 色爺怎麼會沒人呢 你把人藏哪兒了 這房間裡本來就沒有人 老妃問我把人藏哪兒了 這不是難為我嗎 不可能 我明明我就 明明什麼 明明就喊人來我房間裡了是嗎 宋依然 你別以為那些小伎倆我不知道 這一世 不會讓你得掌 原來是左肩啊 看不出來這個風雨 還有幾個膽子 小意思 不過這膽子也太大了 這個風雨 竟然敢這樣對我 媽的 快屁不住了 不 這個男人一定還在 在那兒對不對 一定在那 怎麼會沒有呢 那一定在那 宋依然你差不多醒了 我是給你們面子才讓你們進來 現在你們床也翻了 窗簾也看了 這個浴缸裡裝的可全都是我剛換下來的貼身衣物 外面還有這麼多記者 你以為所有人都跟你一樣不要臉 願意把這些東西堂而皇之的展示給大家看是嗎 好了一陣 咱別鬧了 你都找了一圈來 你們男人肯定走 而且現在這麼多記者 還鬧下去就是咱們嘟嘟別人了 姐姐 你這是哪裡的話呀 我也只是擔心你 我錢了吧 少給我在這兒整些有衣 現在你們看也看完了 你這個私生女 那麼不配進我的房間 你現在 可以給我滾了 怎麼 不願意走 宋依然 你不要以為你進了我們宋家的門 就可以在我頭上撒野 你們不是想拿到爆料嗎 既然來都來 我也不能讓你們空手而歸是不是 我這裡呢 正好有個洞口邊 這位布先生啊 哎哎哎 各位記者 那個今天這個事是個誤會 誤會啊 大家散了吧散了吧啊 散了吧 散了吧 好啊 再拿 再拿下去倒霉的就是我們了 各位散了散了啊 慢走不送啊 哈哈哈 還不好意思看 嗯 不好意思啊 我這就給你解開 哎 素顏是吧 這個瘋女神 特別的行為付出代價 你要是這麼說的話 那就有關玩樂 你要幹什麼 素顏 幹什麼 來笑一個 所以 都說副總不記女色 整天冷的那個冰山 難得看看副總這麼有趣的一面 我得拍照好好紀念一下 好了 先走了副總回見了 副總 你給我回 副業師 副市那邊的人連續到了嗎 你怎麼知道副市的人聯繫我了 你這消息也太靈通了吧 我自有我的辦法 講講吧 他們都說什麼了 是這樣 副市陷入了危機 雖然找到天下去幫合作 但是呢也做了兩手術 他們 他們特意設立晚宴 準備邀請你這個天才設計師 薇薇薇 並且夫彥廷會親自接見 夫彥廷要親自見我 那你告訴副市的人 我願意出席 好 夫彥廷 如果你知道我就是 沒想到副總 你出來的還挺快呢 你剛才說 你是誰 我 我能是誰啊 我突然想起來還有點事 別走了 素顏 我是素顏 嗯 查清楚了嗎 到底是誰給我想的 查著呢 那你放心啊 絕對不是你說的那個宋言 哎呀 就是宋家被欺負了一個 說白的 你死了 你跟那個宋言是不是 閉嘴 一個大男人怎麼這麼忙 哦對了 薇薇安那邊 還是不願意出席 我剛才沒說 十分鐘之前薇薇安就答應了曾家來 答應了 啊 還跟他還說了 要下午來公司當下 啊 我跟我們一起去 微萬案出席 我理應清水迎接 但那些孤獨 正在雲廷大會等著我開國中的 那群老狐狸一直跟我施壓 我得一天去安撫他 不然一旦出事 不果不堪設想 行 說了現在真的只能靠非願就我們服飾了嗎 靠你都靠不動 你是不是覺得你大哥是無所不能的 你太同意 你要是無所不能的 也不會被別人下用 哎大哥 你跟那個宋言是不是真的 再廢話一句 這個月零花錢一分都比想到 你再去查一下那個宋言 這個女人對我們富士這麼表情 憑我的直覺 這個女 絕對不像看上去那麼緊 這真的 哈哈哈哈 我 我偷懂 這氣死我了 你不是說肯定不會說錯嗎 我怎麼知道啊 你個宋言就跟發了風一樣 算 不管怎麼樣 宋言出軌的消息都已經放出去了 這輿論一發酵 就算是假的 現在也成真的 況且我負重便 您是宋氏集團圍的底級設計師 這繼承的位置 非你莫屬 放心 股東大會那邊我都已經達定好了 那幫老東西收了不少錢 到時候我肯定會投票給你 陸欣 還不夠 留言雖然已經放出去了 但光憑幾個小道消息 不足以讓股東們對他徹底失望 所以啊 我們得做兩手準備 那 你的意思是 那群老狐狸 一個比一個驚 誰知道他們會不會翻水啊 媽 我要去參加富士的慈善晚宴 只要我為宋家 爭取了慈善晚宴名額 那他們自然會對我欣欣 但是富家 可是雲氏的頂級世家 他們舉辦的慈善晚宴 那是規格極高啊 既然沒有 那就要去爭取呀 我只要能參加富士的慈善晚宴 不解能讓股東們看到我的實力 還能搭上富家這條線 邀請喊我必須拿到 喂喂喂 哎真不好意思 陸神二度我可能晚會兒到 您稍微等我一會兒好嗎 沒關係 我就隨便看看 喂 你怎麼在這 你們兩個偷情偷的這麼光明正大 倒顯得我像個小三了哈 姐姐不是你想的那樣的我 圓圓 我跟你說過很多次了 我們依然沒有什麼 你這麼說話 不怕傷了我的心嗎 顧遠 我求求你醒醒了 別噁心我了好不好 宋爺 你 我 我怎麼了 這裡一共只有我們三個人 你裝什麼 不累我看著都累 你既然這麼想 那我也無所謂 不過 你來這幹什麼 關你什麼事 要是你呢 明天就是附家的慈善晚宴啊 你們該不會是來這兒求邀請函的吧 你也是為了慈善晚宴來的 還真被我猜中了 不過呢 邀請函的事啊 你們就不要想 畢竟 你們拿不到嗎 說的好像你能拿到一樣的 顧遠哥 他會不會影響我們呀 你們該不會以為 我也是為了邀請函而來的吧 你不是嗎 說出來你們可能不信 這故事集團慈善晚宴啊 聽說 斑 別人不猜 被故事集團邀請了很多次 但是呢我還沒有想法又去 那是你 就算達到了邀請還也沒有用 因為宋氏集團繼承人的位置 不會失意 好了 現在 我可以滾了 宋爺你太過分了 不遠哥你看他 不遠哥你看他 左宇人你噁不合心啊 上輩子是個塑料袋 他這麼能撞 我知道你向來不喜歡藝人 但是說話也得分場合 故事集團 是雲氏的龍頭企業 他們的晚宴邀請函 那可是千金難求 你以什麼資格 再說這種話 對呀 自己挺支持的求 副總給你邀請函 還說這種大話 莫不是怕我們得到邀請函 你故意過來搗亂的吧 我警告你 趕緊放棄這種念頭 否則我對你不客氣 我謝謝你啊 顧遠你終於不裝了 嘿 炸男真下頭 你怎麼能這麼跟顧陽哥說話 我怎麼了 藏你在這窩窩亂叫 你們兩個 還不滾似的 宋爺你腦子沒有問題吧 這裡是富士集團 不要你在這耀武揚威的 所以讓我告訴你 藏手弄得幹什麼呢 知不知道 這裡是富士集團地盤 呦不少發生什麼事啊 來的正好 這個女人在這裡發瘋 把他給我丟出去 那富士集團鬧事 哪來瘋狂子 打一條跪出去 不然 打女人了 你確定不問我是什麼身份 你就要把我趕出去是不是 我是小姐副總而已 你只有女人 勁得多了 你走不走不走 我可就真鬥手了 這就是富士集團的代課之道是 你就要問問傅彥師 究竟是怎麼辦事的 他給傅彥師打電話 姐姐你真會碰詞啊 人家傅彥師在國外留學的 你認識他嗎 威彥師 請問傅彥師 位畢若 怎么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集团的好保安 现在正在拿着电棍 要把我赶出去 这还有两条狗 在这汪汪汪叫的 你管不管 你不管快走了 不可能啊 我大哥最怕弄他 那你怎么封狗呢 呃这个啊 渝远小姐 我现在就让我大哥去接你 您千万别走啊 您一定走 自己人真的是 干在公司一样 要是大哥怎么办 喂大哥 渝远小姐 你最好是有什么说 是 不然我叫你好看 就是十万火急啊 飞飞安在咱们公司 我狗咬了 什么 我先带下楼去接渝远安 主动那边 你去安护 好 等一下 你再去联系一下 那个不选对 不选对 渝远小姐 说公司莫名其妙 做了两条狗 还把维园赢了 你去让不选对 玩了这么多 好 宋言 你脑子真的有问题 你知不知道富二爷 可是不懂屏幕 你知不知道他的身份 一定是这样 是啊姐姐 你可真是厉害 替我说公司的药会是为你办的 一会又给富二爷打电话 你怎么说富燕迪是你老公了 说富燕迪是我老公 好主意 富燕迪帅气又多精 还是出了你们的洁身质号 不像某些人 表面上看着风光 实际上 那个乱黄瓜没什么趣 我又没说你 你生什么气啊 不过宋一然 这倒是个好主意 我决定了 今天 就和富燕迪结婚 如果你说以他的身份 我和他结婚 他会不会自卑啊 卑 姐姐 你没搞错吧 我们没时间 你这个疯女人才知道 这个女人已经疯了 我真同学 没问题啊 公司不选队 站住快点 务必抓住那两个 迪够归缘 你别过来 我跟你说我练过的 我可很厉害 那就让我看到你到底有多厉害 你在什么 你再过来就是你的不对的 你真的还撒吗 你怎么着打吗 对不起啊 我我真的真要打我 我我我我我不然呢 你干什么赶紧动手啊 你我的 你他妈 副总 你搞错了吗 他怎么可能是副总啊 那个松颜丝会在一起 他肯定 他不是有长的好看的拿膜罢了 你是不是搞错了 你让副总现在高层的不认识吗 副总有理性 真是丢脸 我赖 副总是你不是看到这样 都是误会误会的 他真的是副总吗 这怎么可能 你真的把副总叫来了 这不可能啊 我不但把他喊来了 我还和副总关系匪浅呢 等一下副总 不然明天帮你这份发网上 记得看人家啊 老公你真好 你在搞什么 你要是不配合 明天这份是青年老公 副总啊 宋颜 说八道什么呀 副总什么时候趁你老公了呀 你可别替这个瘋婆子乱坏 他根本就是 什么时候需要你来说咱道四了 轰出去 看着烦 这儿 走 哎 别走 东西给我吧 那你 自己来拿呀 你到底想干什么 来复试 又是为了什么 副总 如果我说我来复试 是为了我们前世今生的缘分 我来找你报恩他 你信不信啊 说去 你信不信啊 副总我可是认真的 我要和你 结婚 副总我可是认真的 我要和你 结婚 副总 我们好歹也有过一夜 你不用这副表情看着我吧 宋颜 我请告过你 我不是什么好人 招惹我的下场 你也承受不起 你先放开我 放开你 你刚刚 不是嘴上说要嫁着 你是骗我的 我狗快点 你要抓住那两条狗 抓狗 复试集想哪来的 你们两个 哪来的回哪去 要是再该爬去复试一步 小屁股 吃不了都认试 宋颜 你这个贱人 你先放开 抱歉抱歉 我什么都没看到 您继续 继续 行了 找过来吧 有什么话 副总 我和不权队的人 已经让公司全方位的搜查了一遍 没有找到微丸说的那条狗 请问还要继续搜下去吗 四小姐 您看到那两条狗了吗 啊 我刚刚看他们 好像跑出去了 跑了 走 副总 聊聊 我问你没什么好 我还要引进会客 副总要接的人 不会是薇薇 是薇薇 你确定是谁 你究竟是谁 薇薇薇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就是那个你要接的人 那个传说中的天才设计师 薇薇薇 副总的大公是女性吗 不会属于是第一手的信息 说吧 你为什么冒充微渊 就是怎么知道我要找个微渊的 你冒充 这是你的所有资料 你自己看 副总还真是关注我 我只是受愁若惊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说吧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还有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副事 和天下集团的合作 又凭什么说我副事 会在这次合作项目中 亏损十个亿 你究竟是谁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副总都不会相信 还有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 天下集团就会暴露 到时候如果你相互 如果不信的话 没事 反正十个亿对副总来的也不算什么 对吧 你再跟我开玩笑吗 天下集团这么深厚的敌 就算是我副事都比例 怎么可能会暴露 天下集团和你对接的人 叫张百强 他是天下集团的调食者间 他这个人呢 看起来道貌爱人的 实际上是个接手资道的小 他马上就会被查 到时候 副事集团投资了十个亿 也会当审票 空口无语 你光是一张嘴在里说 我凭什么相信 还有十秒钟 六十个夜 幻想副总对我的信誉 不愧 我准备 我准备 啊 爆雷了 你最好不说清楚 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张总跑了 这回人应该已经落地国外了 副总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他怎么会 喂 喂 副总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大看 我突然又想到一件事 林氏集团的独武林安安 他可是国质追求了一三年 若不是你极力反对 你的奶奶总是让你和他联谊 你说这次你让公司非损失 你奶奶会不会有集团利益 逼迫你和他联谊啊 你到底 什么都不用说 无论是为了故事 还是为了不可联谊原因 你都只有一个小 那就是和我做的 苏妍 刚在大王室我就紧靠过你 招致我的后果 不招致我 你到底还有没有休止之心啊 别废 这会是绝 还是自己 结婚的事 也不是不很好 但你必须告诉我的真实 不该当面 你没有什么真实名字 孟总 你该不会看不出来 人家是喜欢你呢 你喜欢我 我答应你 我都要看看 你究竟想了什么 宋言 你想好了 这一脸 一个就没有反悔的机会了 我管什么关系 嘉宾妍 是我这两辈子 来说最正确的 两辈子 这女人究竟有什么秘密 你 两位新人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拍照了 开心点 哎靠近一点 笑一笑 小姐 你确定要帮名顶TV 这个人不仅负命 人物的关系也非常强 就连国际顶社集团 SY集团就在为他笑里 是让他知道这件事 我看 自然知道这些了 那我已经回过这么多天 电影就一直丢回到这些 这 要当心脏没关系 你说 如果这个时候 我变成了那样 你说 他要不休 这 应该会的 毕竟毕变那种身份的人 一句话就能让富士 飞越一个台阶 没人能拒绝得了 所以 我最心虚 好吗 快去办吧 记住啊 一定要做的天衣物 那从而弄得没 走就是 诶 什么 你结婚去了 傅燕亭 现在我们可是绑在一条 绳上的蚂蚱了 你说 林安安 来的可真不是说 林安安这个迷脑子的蠢祸 前一世苦追傅燕亭五过 一处心激励的给他下药 没想到阴差阳瘦下 竟然我和傅燕亭睡了 自那之后 林安安就彻底恼羞成怒 全面抵制副氏故书 甚至还在副氏破产和若婷下施 前一世 傅燕亭的落魄 可少不了他 林安安 她怎么不过 她是金氏林家的独女 林家全是滔天 手腕很大 之前我奶奶就一直让我看联姻 现在过来 想必须再做这种结婚 你要是有事就先走 这里我就要去 没事的 你不能再走 这样的 燕亭哥哥好久不见 我和林小姐没这么熟 林小姐不用这样说 而且我和燕亭呢已经有限 林小姐是 我都不高兴 宋妍 你这是不是太招勇了 随着婚又怎么了 你新的婚也可以再离婚吗 我知道你 宋妍 在宋家宝贝区里 想必跟燕亭哥哥结婚是什么钱 钱 我有 这张塔里有五千万 收下 从燕亭哥哥身边 零 五千万 你未免也太小瞧燕亭了 这点钱 连这一根头发丝都不够 而且我和赴燕亭老有情窃有 林安 你像没钱 你 林安安 休想惦记我的男人 小心我把你脸打了 林安安 休想惦记我的男人 小心我把你脸打了 你敢打我 打你就打你 用风 你 你 你什么你 你把这没气够是吗 燕亭哥哥 怎么都敢认识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团团他 动手打人 你却不知道 他 这是要帮我出气吗 燕亭哥哥 我就知道你最心疼人家了 你看呢 都和人家脸打肿了 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 马上跟这个建议离婚 马上 打这么用力 手不疼 傅燕亭 你什么意思啊 林小姐 是你口出恶言在前 这一巴掌 不远 就是 我老公最接天人了 我跟人家 傅燕亭 你的意思说我活该 林小姐 活不关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至于你我的婚约 你也应该明白 我从一开始就不错 况且 我现在已经有妻子了 抬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不清 我们走 我 我 傅燕亭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宋言 你给我等着 哎 微微安身份准备好了没有 我等不了了 今天晚上的慈善晚会 我必须让傅燕亭取悟 傅燕亭 你只能是我 合作愉快 谢谢一下 合作愉快 附太太 干什么 附太太 现在 可以说出你真实目的 目的 傅燕亭 你知不知道跟我领证 你可占个大便宜了 是吗 是吗 可是我到现在 还没看到一点 今晚的傅燕亭表面不光 但实际上金库两室都不是单单 没有拿到和微外的合作成脑里排行 而我 可以让你得成所愿 是 你知不知道拿到微外的合同有多难 你再跟我开玩笑 这个 这个 是微外新品市集团的手法 我要是你呀 我就现在拿着他赶紧回家准备准备 毕竟你刚才刚刚得罪了林氏集团的林小姐 你他那牙子必高的幸福 宋爷 你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我是谁 我可是你的傅太太呀 吴先生 你会刚结了婚 就打算不认账呢 好 马上回去 宋爷 你给我的东西我会开 不过我现在有事得先回去 你等会去哪 需不需要我送你 没事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去 当然是给您准备结婚礼物啊 吴先生 傅燕亭 放心吧 这也是 我一定要和你一同登上主缝 我要你做我登山的梯 只能用我一人上堂的枪 而我 会成为你手中最锋利的那把剑 他们 帮我准备一下 今天我要以微外的身份 参加护士集团的慈善来 另外 帮我准备一份大礼 我要亲手把他送给夫人体 大小姐 家里书房的监控 已经凶 如你想的一样 二小姐 宋依然的确半夜潜入您的房间 拿走了您的设计稿 这是从他房里找出了一件件 请您等 还真是瞌睡来了就有灵地枕头啊 宋依然 这一时不一定要让你血债血偿 宋依然这一家人 给他扔到他老屁 宋依然哥 这是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宋依然那个没脑子的花瓶 为什么用傅燕亭那么帮他呀 宋依然你冷静一下 妈 这事关重大 你让我怎么冷静 今天傅燕亭 他一点面子也没给我留 他直接把我哄出来了 这就是把我的脸撕下来 放到地底裁呀 这要让别人知道 那些股东 怎么会偷偷给我呀 今天的事情 知道人没有记得 不过那个傅燕亭 为什么那么维护那个宋依然啊 难不成 宋依然 他真是副总呢 怎么倒不是 你就是宋依然的魅力 对啊 你就是宋依然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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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谁啊 我的时间宝贵 没时间给你多说废话 你们想要富士集团 慈舍满会的邀请牌是吗 我给你 你怎么知道我要邀请牌 你是谁啊 上京林家 听说过 我是林家的独女 也是林家的继承人 傅燕亭的未婚妻 林安安 林 林大小姐 林小姐 您为什么来这里 我来 虽然是你们对我有用了 林小姐 你有什么事你尽管清楚 我也没什么尽管事 我就是看你的姐姐啊 这家可不顺 今天晚上慈善老会 只要能让她不高兴 那我就高兴了 你想想让你不去 林小姐 林小姐这当然没问题了 不过 这晚宴是副总办的 你也知道宋阳 宋阳和傅燕亭 什么关系都没有 傅燕亭是我的男人 结果可能和任何女人有瓜子 你记住了没有 今天晚上次到晚会 你们放进去就好 没有人等不来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微烟太重了 真的啊 我让林小姐你是 知道我是谁就好了 希望今天晚上 你们不要让我失望 顾染哥 这太好了 原来林小姐就是微微啊 我们有机会了 我们一定能帮到宋阳 可是 我还觉得这个宋阳 副总关系不一般 比方了之前在副事集团楼下 这个副总 那个副总肯定是假冒的 你想想啊 那林小姐都说了 他俩没什么关系 所以啊 那个副总肯定是假冒的 原来是这样 还是我的依然聪明啊 怪不得能画出 那么精彩绝论的设计稿 得到了微微安的器重了 达哥 优盘里的东西倒出来了 的确是微微安的独家手 全不错 不过 我们查到点别的东西 你要不通知过来商量 好 我马上过去 我和阿倪的事情上去处理 你在这里等一下 待会我让你推出过来 带你进去 没事 我自己能力去 你去忙吧 宋艺人 好戏就要开场 不好意思宋小姐 请出事邀请函 邀请函 我没有什么邀请函 我是傅燕田亲自邀请函 既然没有 还是请回呢 我们布市集团的慈善晚宴 邀请的都是民有权贵 以宋小姐的身份 没有邀请函 是没资格进去的 我没有资格进去的 你知道我是谁 宋艳 装什么呢 这不是宋家出了名的花瓶美人吗 原本你们宋家在原始就谈不上号 近期又爆出了出轨丑闻 连继承人的位置都快丢了 像你这种没能力 没脑子的准备 请准备参加富士的慈善晚宴 我看你啊 就别为难人家宝宝 对了 看好她 别让她进去 谁知道这风都进去不坐 不是大姐你谁要 这不是我们家尊贵的宋大小姐吗 姐姐 这是什么情况啊 怎么连慈善晚宴的大门都进不去啊 你那找人假冒的副总呢 怎么 不管用了 宋艳伦 是我之前还没有把你打够对 你好不容易拿到了晚宴的邀请函 不知道灰灰继继继夹着以外做人 在我这找什么存在感 姐姐 你什么意思啊 这话 该我问你吧 你找个假冒的演员 骗骗我们也就算了 别把你自己也骗进去了 就凭你这样的花瓶 也配来到副家的地方 演员 什么演员 宋艳 你就别装了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上午给你解围的那个人 根本也不是真正的顾言体 真正的顾言体 可你没有办法 我劝你还是时序点 咱就离开吧 我们可是微微安气了 这是微微安给的邀请函 你们要看吗 不用了不用了 微微安已经跟我们交代过了 您二位是今天的贵宾 自然可以随意进出 又大人为 我 看着林安竟然还不死心 竟然被宋艺人勾结他们一起 这是奢数 在你们时下 等我见到微微安了 一定替你们美颜进去 真的 谢谢孙小姐了 看到了吗宋艳 在依然面前 你与路边的野草不异 依然 这能力跟才华 那不是你们个朋友 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免得在这 人家笑话 才华 他这个炒到没有什么 不是指什么 我说你脑袋都能加了一点自知知名都没有 你 你也这么给人说话 依然可是微弯气动他 他的钱 不怕想这样 还做 就这样就知道吧 魏魏魏魏 最近很气动我 他还登门亲自给我送你邀请来 你这样做 只是嫉妒我吧 你别鼻子上他俩在头就把他给招下了 你一个小三的你 你和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好了 好言相劝你不听 那就别怪我们了 你们俩 这该怎么做 知道知道 顾总您放心进去 我马上赶紧走 宋大小姐 你也看到了 如今二小姐身价暴涨 又得到了微微安的青睐 我劝你啊自己离开 别让我们动手 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对我怎样 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可惜啊就是听不懂人话 既然这样 那我们哥俩也就不客气了 你们两个蠢货 想对夫人做什么 李特主 你怎么来了 你们两个蠢货 还好意思问 连夫人都敢打 不想混了是吧 李特主 是什么夫人啊 他不就是一个 百五一用的废物花瓶吗 你是不是搞错了 是啊李特主 他这种的怎么可能 我告诉你 这位 正是我们父子的庆祥太子 陆家的主母 庆祥太子 宋小姐 对不起 路上接了个电话 单个点时间 没想到让您遇到这种事情 还请恕罪 没事 不知者无罪 起来吧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给宋小姐道歉 宋小姐 我们错了 我们永远不是在山 你打仪打量 你原谅我们吧 是啊宋小姐 都是顾远和那个宋依然 他们两个胡说八道 我们才误会了你 我们给你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宋小姐 你要如何处理 没有必要跟他们置气 算了吧 下不为例 听到了吗 宋小姐不计较 还不快滚 宋小姐 烟会要开始 请跟我来 宋小姐 我就送您到这儿了 明天早上给你坐一会儿 一会儿和二爷还快点 好 去忙吧 好 谢谢 这云市豪门顶级晚宴 竟然如此之大 就算给我顾家百年时间 也没有办法效仿超越 顾远哥 你可别这么说话 如今啊 我们得到了威威安的赏识 以后愉悦龙门 能挤入世家之列 而且啊 就凭你的能力 再加上我的助力 以后啊 一定能办一个 同样规格的宴会 宇然 我果然没有选择错你 只有你才 懂我的理想和抱负 你简直就是我的接约了 这两位就是 受威娅邀请的贵客 这两位 看起来也不像 什么博学多才子之人 怎么会获得 威娅的青睐呢 人不可貌相 或许 他们有别的 过人之处也不一定 顾总 宋小姐 喝一杯 您是 顾总不认识我吗 也好 那我便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飞 是四大家族之一 李家的继承人 那三位 便是四大家族 其他三家的家族 原来是四大家族的人 实敬 实敬 想必你就是那位 受威威安闪失 并以自关系密切的 宋家二小姐 宋玉朗 也没那么夸张啦 其实我跟威威安 也就是颇为图元而已 以后有机会 我可以带大家一起认识认识 她人很好的 没错 她为人十分和善 说不定 你们还见过呢 哦 这样说的话 难不成李战 其实是我们都认识的 宋小姐 您可得详细 跟我们说说 李战她 宋玮 她怎么来了 宋玮 我刚才分明让保安 把她拦在门口了 也不知道保安怎么办事 她就跟个牛皮糖一样 李小姐 你不用自责 顾养哥 我们去看看 宋玮 我不是跟你说过 让你不要在这碍眼吗 你怎么进来的 真是厕所里的苍蝇 敢就敢 喂 我们问你话呢 你在这儿一句咕咕什么呢 首先 作为宋家正统的继承人 宋小姐这个名号 只能用来称呼我 其次 作为整场宴会的女主人 我能进行 不是这个场 宋家正统的继承人 宋玮 人家依然小姐 可是有顶级设计师 Vivian作为好人 你不过就是一个花瓶 你拿什么跟依然小姐招 还有 你算了什么东西 还好意思自称女主人 还不够明显吗 这里能够被称为女主人的 只有傅雁廷的妻子 而我 昨天刚和傅雁廷领了证 宋玮 你怎么那么会演戏啊 你为什么不吵来窝啊 一个只会找人演戏的窝囊费 还舔个脸说自己是女主人 她不是从哪个狗洞 钻进来的吧 演戏 什么意思 各位 你们有所不知吧 这个宋玮 刚找了个男人来冒充副总傅雁廷 而且还扬言说 他跟副总结了婚 结果没多久 就被我们拆穿了 啊 既然还有这种事情 宋小雁 副总乃是我们云市的商界新贵 身份尊贵无比 不是你这种人可以死意燃止 更何况你还找人假冒 那就是对他的侮辱和陷入 宋小姐 我奉劝你还是赶紧自行离开 否则的话 我们四大家族 会善罢甘休的 没错 宋玮 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虽然你顶着我固远未婚妻的名号 今日的场合 那可都是名流权贵 而且副总 那可是沙发过的说一不二 若是他知道你找人冒手 我和依然 也保不了你啊 又 副总归为人事的典籍权贵 早就已经是 林家大乔姐听见 你算个什么东西 岂是如你幻想于您的 我警告你 赶紧给我滚 滚 论身份 我是傅雁廷的妻子 论地位 我受邀而来是整场夜会最尊贵的 我 凭什么管理 多半了 他们什么了 这次我动用了十个私家阵盘 五个调查组织 二十个通信区套 终于让我查出来 嫂子的一丝异常之处 在这三年内 嫂子一共出境二十几 平均一到两个月就要做 但是她的目的一变分 还有 她与那位天才设计师 威维安的分析 高度出 那你说她到底是什么人 有意思 无论她是什么人 她都是我妻子 你嫂子 电视 继续查 不惜一些代价 就确实宋元的身份 走吧 去见会现场 宋元 你老子没问题吧 你受邀请来 连连邀请函都没有的人 你受的哪门子邀啊 就是 凭你一个在家中无时权 在生罪婚的腻的花瓶 也有资格说自己被邀请 只有像依然小姐这样德才兼备 能够得到威维安赏识的人 才有资格受邀请来 德才兼备 就你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好奇 是哪门子才和哪门子德 我家依然 但是聪明又漂亮 哪样都战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啊 就是 因为依然小姐能够得到威维安的青睐 那便是最好的咒务啊 不错 今时不同往日 如今我与威维安交好 在云市的权贵圈中 也会有我的一席之地 如果以后你还想在云市混下去 那就最好不要激动我 对啊 激动 赶紧给我们家艺人盗窃 否则 后果 对啊 你知道你见得像什么呢 什么 普通而又自信 不信难 而你 下不 闭嘴 你算什么东西 副总和依然小姐乃是威维安的好友 而威维安是连副总都要以礼相待的做上边 他们二人 也是你这种身份卑微的人能够肆意嘲讽的 好友 你们可真是天真啊 人家威维安看都懒得看你一眼 哪来的好友之事 更何况就凭你们这种一招得势就忽家虎威的模样 人家威维安都懒得搭理我 总言 你少在这关门看我 你以为你谁呀 你以为你为温安呀 他这说这种话 凭什么 就凭我凭自己的本事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一切 只要我愿意 无论是傅家还是傅彦亭 他们都将站在我的身后 唯我所用 为我所获 喂 我 我之前怕你再把所然的那个都会发现 这方线索箱的反举机 我没说话 他要跟我说什么 有何归站 无论你是谁 请立刻停止你的行为 否则你将为你的所作所为 辅助产生的代理 这不对啊 这反正他能力也太小 怎么会真是人 那他又知道你调查的 那你完了 我俩是要回去 你爬两个 军烟我一定找到纵言 不论他有没有生气 都必须把他留住 至于微怨的事情 我想我已经知道 好 住口 你算个什么东西 竟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 故事集团财权通天 掌握整个云市的经济命脉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 护着了 我看今天不给你点教训 是不行了 来人啊 把他给我丢出去 宋言 富士的慈善晚宴 场地高雅 不理堂皇 蓝网宾客 更是玉叶金科 尊贵无比 而你呢 粗俗不堪鲁莽无理 你赶出去之为了你 你可别怪我们 李小姐 用手吧 弄着做什么 动手 别动 我出场了 这人是谁 怎么从来没见过 此人看着气度不凡 不过从来没有 听过此人的名号 估计可能是 京户两地 富家的公子 刚才你没听到吗 他说他是富家的人 有没有可能 他是富家二少 富家 不可能 从富家二少爷 早就出国留学了 他若回来 不可能点消息都没有 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 你参加什么玩意 你 仨子 他们没欺负你吧 他们要是欺负你 你跟我说 我 还没自我介绍 我就是传说中的 不用自我介绍了 我知道你 你知道我 我们打过电话的 我电话 咱俩啥时候充电了 喂 你刚才叫我嫂子 挺有意的 哦 那我算是知道怎么回事 宋言 原来是你帮了个老头呀 怪不得这么嚣张呢 老头 我大哥什么时候听老头了 我欠你说话 注意点 你要是被我大哥听到了 从头赶你出去 你大哥是个什么东西 这里可是傅家举办的晚宴 这个地盘是傅家的 你大哥是谁就把人赶出去 怎么 你大哥是傅佐 啊 看你还真说对 我大哥还真就是你 傅燕亭 你哥哥是傅燕亭 你怎么是傅二爷 你小姐 你想什么呢 他又是傅二爷 人家的宋言不就是傅家主母了吗 那样和傅总的关系交好 早跟我说了 宋言跟傅总压根什么关系都没有 这个人哪 顶多是个严格 原来是找人冒充的 你胆子可真够大了 竟然连傅氏兄弟都敢冒充 不愧是出了名的五脑花瓶 我还叫我呢 你脑子里装的都是对付渣吗 别人说什么你信什么 对何况我老公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一个小三岁女儿 没什么对我这首话讲 你 宋言你就承认吧 可惜呀 就算你绑上一条猪大腿 在顾养哥这儿 你还是不够看 没错 宋言 我不知道你给谁当了小三 但是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宴会厅上 只有我跟艺人身份最高 我劝你们呀 还是赶紧道歉吧 否则 后果自负 你身份最高 我道歉 嫂子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离开他了 做超级做个证 你们俩在那嘀咕什么呢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是不道歉 休怪我动手 你上辈子是个奴隶 那么喜欢让人道歉 你 来呀 把他俩的腿给我打断 然后给我丢出去 是 我警告 再敢动我嫂子一脚 我保证 往后再隐齿 绝无你们力的身上 你愣着干什么 动手 你快几个用他 欧远哥 他怎么来了 来找死了 怎么回事 大哥 没亏你 你在蓝板 有这几个傻的 能把宴会厅的天上里掀咯 又是你们 这句话应该是我们说才对吧 我们可是 微晚邀请的贵宾 倒是你 一个冒牌货 既然来到郑主的厂 就话会凯出去吗 未必 我不知道你们误会了什么 但在这里 是我傅氏的地盘 今日宴会 也是我傅氏所办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是冒牌货 傅家 你不会是连谎话说多了 连自己都信了吧 还有 你身边这个 不会是你说的 那个傻子弟弟赋验石吧 当然 李小姐 你看到没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 假冒副总的那个人 年纪不错吧 李小姐 连然小姐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这位的确就是副总 副总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副总啊 李小姐 你肯定弄错了 他就是个冒牌货呀 对呀 李小姐 你在看这个 吊儿郎当的 哪像傅二爷呀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呀 不是 我怎么吊儿郎当啊 你把话说清楚了 我哪吊儿郎当啊 不不 傅二爷 您说笑了 您那是风流气概 他们胡说八道的 他们都是真的 有可能 这下全弯 我把副总惹罪了 傅远哥 你别着急 我们是为维安 亲自邀请过 就算是副总 对维安 也得是一笔强带 而且 我们从头到尾 针对的都是宋言 副总从来就没有说过 宋言是他的妻子 所以啊 我会对你怎么找的 副总 这从头到尾呀 都是误会 要不是宋言 在那胡说八道 我们怎么 连您都不认识呀 对对对 副总 都是他 都是宋言 他根本就是一个三流师家的女儿 他还说是您的妻子 大家都知道 您的未婚妻 那可是云市的林家独女啊 怎么可能看上他呀 他还说什么 说什么保护云富家 什么可笑的 富家那是您长家 在云市那是商界顶峰 怎么伦敦要宋言这样的小人物庇护 他这是在贬低富士集团 瞧不起您啊 你当真这样说 你当真这样说 你看 我猜得没错吧 副总生气了 副总当时之所以护着宋言 是因为宋言爬上了副总的床 这有关家族声誉 绝对 对 我就是这么说的 怎么样 是不是更喜欢我了 宋言 你口畜狂言 还贬低富士集团 你不知悔改也就罢了 你居然还恬不知耻的说说这样的话 你 你居然害死我们宋家呀 不错 你可别忘了 你现在还顶着我顾眼未婚妻的头衔 还有 你当众勾引副总 你这不缺男人吗 你管他 你说他是你的未婚妻 对对对 他确实是我的未婚妻 如果您喜欢他的话 您可以离回家当个玩物一下 如果他一直这么甜你 很明显 他就是个水星洋化的贱女 他说的话 您可千万别信啊 既然你说宋言是你的未婚妻 那你为何与宋一然勾勾搭搭搭 经营不理啊 副总 我跟一然他是清白的 况且 不用说了 我对你们的事情 不感兴趣 跟我过来 各位 既然你们对我身边这位有诸多疑虑 那我便在这里澄清一下 从今天起 宋言 不再是顾眼的未婚妻 而是我明媚正娶的妻子 同时也是副家晚宴的女主人 副市集团的第二掌权人 往后见她 如同见我 绝对不可能 那林小姐跟我说过 副总和宋言言跟没有关系的呀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可能是假的 邓一然 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 希望我过得幸福为我好 我现在嫁了一个好老公 你也得偿所愿和顾眼在一起 怎么 你不高兴啊 我可是高兴得很呢 宋言 你高兴得太早 也领一领了证 就可以稳坐傅太太的位置了 你可别忘了 副总名正严慎的未婚妻 是京氏林家独女 没错 京元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 把副总迷在生婚颠倒 但是 副总的未婚妻那是林家独女 林家全是涛天 你个连妈都没有的人 那什么跟她比 顾眼 又把这个你再说一遍 我说 你就是以后她到 原本你这样的人还不会做我的对手 但既然你要找我太太的麻烦 我不介意自己样身份陪你吧 前方若是经济满图 那我自会为她披荆斩 开出一条康庄大道 而你 注定公身一人 死在路上 竟然能为她做了近一步 作严是我的妻子 和她如如一共 我帮她 不是什么正常 可不明是林家的大小姐 才是你明知林家的未婚妻呀 你这样帮她 搞得人尽皆知 就不怕林家拐罪 我再去你们妇家吗 我问我妇家 你说什么 你也就是妇家 没错如今我都不愿意 你觉得我的妇妇 是 她 就是我 只要我还在民室 我就会护草 I got you 宋言 你疯了 你知道京市林家的韩金亮吗 这是京市三大权贵之一 只要她想都不护草 神仙来了也没有用 你凭什么说啊 那也能问你们这里胡言乱语 宋一战 我跟你们二代心已经足够多了 现在 一位 你做了些什么 你是让您那叫好好学习 你怎么这种 是 你心体本来像我 你说什么就是 你跟我逼近 神经 還沒查到那個地方 我問你 你都做了什麼 我和宋爺 已經領政結婚了 現在不過是趙勳這兩個對非家主謀進的 有何不動 有何不動 你還敢問我 你知不知道 這兩個人 是林安親子請來的客人 你最要欺負人家 你是不是不想和維維安合作了 李明他們的一己之詞 如何判斷他們就是維維安請 依我看 維維安不會請得這種上不得檀面的寵物 更何況 是他們欺負我欺負人 若真就此心被我放過 那這會讓人覺得我故事是軟之詞 那誰都可以 好 你有你的道理 這件事情 我就不與你計較了 但是 京城林家獨母 林安安 才是你正常的未婚妻 三姨 違背婚約 你還缺 這樣的女人 這裝婚式 我不會同意 奶奶 我早就說過了 我不會跟林安結婚的 是你們不顧我反對 只一定想婚約 如今 我跟宋元已經結婚了 縱使您不同意 也以目以成舟 就無找方向 不過是一個結婚而已 像我們這種高門大貨 結婚在乎 那是經常的事 只要 你和他 絕不可能 你再我說一遍 說 這步我絕不會理 這個不像 你知不知道 你不退婚 給我們副家帶來什麼嚴重的後果 你 你真是想氣死我 你 莫老太君不必教的 他們就能溫馳 是假的 他們就能溫馳 是假的 林小姐 你終於來了 你總算來了 你 你什麼你啊 非 這點小說都做不好 回去 林小姐 我多打問你一句 剛才你說的究竟是什麼意思 是啊安安 這件事情 是我們副家 對不起在線 可是 他們都把結婚證明了 照顾婚事 還會有假嗎 副老太君 不必著急 我來之前呢 都已經調查清楚了 在過去的三年里 宋妍和傅燕廷 什麼關係都沒有 怎麼可能突然之間 自身感情 甚至到了結婚的地步呢 燕廷哥哥 我勸你啊 還是別做無畏的掙扎 縱然你找了個人 跟你假結婚 也依舊改變不了 你是我未婚夫的事實 我勸你啊 還是抓緊時間離婚吧 要不然我父親那邊 怕是你跟父親沒辦法交代吧 林安 我跟你沒有半點關係 請你不要在這兒胡說八道 我胡說八道 想必在場有眼睛的人都能看清 宋妍不就是一個花瓶而已 她憑什麼值得你為她這麼清新 好啊你宋妍 原來是假結婚啊 你為了權勢和地位 真的什麼都活得出去啊 宋妍 你明知道副總 有林安安這麼優秀的未婚妻 你還敢跟她嫁交 簡直就是不自量力 恶心至極 是啊 剛才那麼囂張 還沒做了不死呢 原來是人家拿了黨婚約的靶子啊 宋妍 你跟燕婷哥哥結婚 想必給了你不少錢嗎 我可以給你第二次機會 這張卡里有五千萬 收下它 滾出這個宴會廳 第二次機會 不愧是上京林家 叔叔就是闊廚 只可惜 你這第二次機會 我不信 宋妍 你別這樣 我怎麼不敢 這缺五千萬 我根本瞧不上眼 好 喜歡裝清高是吧 今天我就讓你認清現實 你知道五千萬多少錢嗎 五千萬 就算你去賣 你這輩子會賺不了這麼多錢 你 林安安 我之前就跟你說過很多次了 我對你 一點男人之間的感情都沒有 要說結婚 就更天方夜談 我的妻子 只有宋妍一致 你當真要跟我們離家對著幹嗎 你就不怕我 你別怕 什麼 福音天 你給我住他了 你想害死咱們普家嗎 我說 我不怕 反而我連妻子都保護不了 那我要這萬億家產 又何益 宋妍子 你說的好 可你好不容易白手起家 我就不信 你眼睁睁看著一個諾大的富士集團就此覆滅 況且 我有把握 你會喜歡我 吃心嗎 林小姐 你別忘了 我已經結婚了 是嗎 可是我聽說近日富家集團陷入危機 急需找到國際上頂級設計師 薇薇安的獨家授權 如果我說 我就是薇薇安了 這 林小姐竟然是薇薇安 怪不得宋依然能拿到薇薇安的邀請 畢竟這宋依然跟宋妍可一直都不對 宋妍 你看見了吧 林小姐 才是大名鼎鼎的國際頂級設計師 你會設計又怎麼了 就你那點三角貓的功夫 也配合林小姐 我勸你實相一點 趕緊滾吧 就是宋妍 人家林小姐 出身高貴 又是被誉為設計天才的頂級設計師 更重要的是 能幫助副總 解決公司的重要危機 你和她相比 毫無秀色 近年年 薇薇安 從來沒有在國內出現過 而林小姐又一直 在國外留學 真沒想到啊 原來 是因為林小姐就是薇薇安 不錯 我就是薇薇安 之前一直不說 是因為我一直在寫心寫習 沒時間也不願意探戶這些商業上的事情 都經我回國了 也沒必要瞞著大家 大哥 他的 林小姐 薇薇安可是國際上想好社名的天才是你 他的身份 一般人可冒充你 什麼意思啊 你不信我啊 他當然不會信你 因為 我才是真正的薇薇安 宋妍也是薇薇 這 這怎麼可能 相傳 薇薇安一般會拒絕任何形式的商業外面 今天不僅出席了 而且 還兩位都到場 害過荒謬 這有什麼可荒謬的 有一些女人 為了地位可是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得出來的 但是 今天這二位其中 肯定有一位是假的 宋妍就是那個假的 宋妍 我早就知道了 林小姐才是那個薇薇安 宋妍 帝國都沒出過 絕不可能是薇薇安 林小姐 之前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對 您生氣也是應該的 不過你放心 我一定站在你這邊 倒是條好狗 比你姐姐失失誤者多了 放心 這傳人一事 我會幫忙的 宋妍 我之前一直疑惑 你究竟靠的什麼 能讓傅雁廷如此對你死心塌地 原來你竟然冒充我的身份呢 你這膽子 未免也太大了些吧 我冒充 誰冒充的誰自己心裡清楚 死到臨頭了還在嘴硬 哈 你口口聲聲說 你是薇薇安 你證據呢 證據 是不是就來了 李仁方海文 特受薇薇安委託 前來獻上賀禮 預祝此次磁殺版會 順利舉行 此為第一件賀禮 是薇薇安新品設計圖完成稿 特將此稿 贈於傅家 讓傅家順利渡過此次難關 薇薇安新品設計圖完成稿 他本來知道這個完成稿的價值嗎 就當這一份禮物啊 就現在已為複製集團 創造至少二十億的價值 這不是 直接算錢嗎 此為第二件賀禮 是薇薇安女士親自設計 並改造的手 上面的每一顆鑽 都是薇薇安女士親自鑲嵌上去 特將此料贈於傅彦廷先生 他讓我給您戴話 手錶是最大的革新架 既得可追未來 碎石可一往一 謝謝 相傳薇薇安女士的設計 不做 你想到 既然被副總親自打造了一塊手錶 其他的不說 就光是這個收藏價值 就價值連成啊 保險箱 這裏面怎麼會送這個 此為第三份賀禮 也是薇薇安最為看重的 即使是我 都沒有資格打開 唯一可以打開他的 就這裏面 至於裏面是什麼 還請自行探索 這送禮怎麼還送到保險櫃啊 這誰能打得開啊 這裏面裝的到底是什麼呢 前兩件裏面都如此增貴無比 這第三件 那肯定是更加增貴無比 依我看呀 估計這裏面裝的 只是一些珠寶手 畢竟林小姐是薇薇安 要我看呀 這裏面裝的應該是林小姐 準備帶到富家的價格 他真是來的早不如來的巧 林安安 你不是說自己是薇薇安嗎 那請打開這個保險櫃 給我看看 這個開門 不是薇薇安的新婦嗎 他怎麼會來 難不成今天真正的薇薇安也在現場 如果你真的在 這個男的可能早就借穿我了 替我看 就連他也沒見過薇薇安 既然這樣 那就好吧 這就是保險箱的密碼嗎 想著想啊 好啊 板上裏面裝的都是我的東西 給你們看看也無法 還愣著幹什麼 乾淨把保險箱拿過來啊 狼狽我 就連開了也被見過真正的貝 宋爺 我林安安從來不做無用功 這保險箱裡面 是我收藏多年的寶貝 可不是給你白看的 所以呢 那我們來打個賭 如果我打不開 我當眾給你道歉 並且主動取消和傅彥廷的婚禮 但是如果我打開了 你必須馬上和傅彥廷離婚 並且從此以後 再也不准出現我和傅彥 你這個視線當中 怎麼樣 你感動嗎 林安安 你還真是痴心不敢 好 我跟你 好 記住你說的話 不可 非法律區 請立刻報警 非法律區 請立刻報警 不可能 我寄的密碼明明是零七一三 你怎麼可能打不開 難不成 她才是真正的薇薇 不可能 林小姐才是薇薇啊 怎麼連個箱子都打不開 林小姐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把嘴給我閉上 宋爺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搞的鬼 對不對 我能搞什麼鬼 自始至終 我碰都沒碰這個保險箱一下 林安 你打不開這個保險櫃 薇薇 你根本就不是薇薇 我不是薇薇 你別胡說八道了 我只不過 最近工作太忙 把密碼記錯了而已 你說你是薇薇 那你倒是把正確的密碼說出來啊 這個保險櫃 原本沒有密 沒有密碼 宋爺 你腦袋出現問題了 這保險櫃裡面裝的全是貴的東西 怎麼可能沒有密碼 你連這種常識都不知道 你真是說你才是真正的薇薇啊 虧我還以為我猜錯了 以為你才是真正的薇薇 沒想到你竟然連這種話都說得出口 林小姐 之前是我錯怪您了 我以後再也不會了 沒事 這件事太可憐了 你們對著一過 我就很笑你 我就說嘛 林小姐怎麼可能騙我 林小姐你放心 等回去 我就把這件事情發到網上 讓大家都看看這個賤人 是多麼臭不要臉 冒充您的身份 一群蠢祸 你 我說這個保險箱沒有密碼 是因為他的密碼是二十字架 和二十字架三 零七一三 就覺得你 而一直以來能解開他的五指紋 這個指紋 就是敷衍體造 你指紋 大哥這保險箱還真是你的 我現在真都覺得大嫂就是別人 不是 你不說你是微微啊 你怎麼把這逆碼給忘了 你還把這保險櫃是指紋 所以給忘了 那再不計 你此不能 反正保險櫃 得用我大哥的手指頭開也忘了 那您說您這是忘了 還是你壓著就是裝作 是啊林小姐 你不是說你是微微啊嗎 怎麼會這樣 哈哈 這竟然不是 這竟然不是 是啊 我的確是冒充的 我根本就不是什麼微微啊 可即使我不是微微啊 那我也是林家的大小姐 跟我趙家作為靠山 我要是讓傅家氣 他便能騰飛 我要是讓傅家滅 他只能跌落神塔 宋妍 你有這個實力嗎 差點忘了 前世 就是因為我用微微啊的勢力對抗他們 結果直接讓林安安這個瘋子發了狂 竟對傅雁廷有愛生恨 甚至不惜找人偽造車禍撞死傅雁廷 不行 至少現在 還不能說 宋妍 怎麼不說話了 雖然我不是微微啊 講迫你也不是吧 畢竟微微啊是國際上的免舍集團 SY集團都有高薪聘請的天才設計 像你這樣的人 只能被人踩在泥裏 我看啊 林小姐 你試圖冒充微微這件事 我會一五一十的告訴你 而且 三日之後 包括微微啊在你的SY集團各級領域 將會來允許 我想你應該知道 微微啊在SY集團的质量不行 我勸你們林家 提前做好準備 準備承受SY集團的怒火吧 SY集團 要是他們動動了 那不是集團也毫無招架自利嗎 孟叔 這什麼集團有這麼厲害嗎 怎麼還沒聽說過呀 貝爾啊 你還是太年輕了 SY集團是由國內外各大知名企業家 聯合創辦的一家大型設置品牌公司 也叫利雲集團 是國內外最大的訂車公司 像比如說你們喜歡買的包包啊 大部分都負責他們公司旗下 而微微在利雲集團的地位呢 不亞於老婆也在鄉那兒 這麼厲害 副總 您請說 SY集團令您雲市考察的時候 不只責一趟忙 也可以說是一場飄商酒店 將在雲市挑選合適的合作對象 這是要請看 我想 您一定分享 放心 到時一定準時出席 好 還沒有什麼事的話 恭喜恭喜啊 利雲集團的招標會 可不是誰都有機會參加的 而且還是 KV親自送的邀請啊 這說明了 已經有八成的把握 可以拿下這個中標了 陸家呀 來日不可期 各位 既然正事辦完了 那麼現在 就來分成總賬 宋依然 就沒什麼想說的嗎 我沒什麼好說的 我不過是被林小姐擺了一刀罷了 不過副總 宋妍這個人 重複極深 你別被她騙了 而且今晚開文 從頭到尾都沒跟她說過一句話 你憑什麼覺得 她就是薇薇啊 副總 即便薇薇薇不是林小姐 那也不可能是宋妍 我問你們有什麼話想說 以為你們二人 至少弄一點點的悔改之心 沒想到 你們二人竟然還是如此的顯化不堪 既然這樣 你就滾 副總 我滾 林小姐 你還不走嗎 傅彥兄 你當真沒喜歡過我一點嗎 抱歉啊 一點都沒有 好 麗雲集團的招標會 我不會讓你富士參加 比起這個 林小姐還是想想怎麼跟另一個交代 最近冒充薇薇安 這件小事 我們也走吧 我有事想過去 好 哎哎 咱別管他們 我給你講講我當天在國外的事 說吧 想我 宋妍 你告訴我 你是如何知道那保險箱可以用我的事 是不是就是薇薇 這個問題 我還以為你早知道答案 我要你親口告訴我 是 是不是 抱歉 你若是為了複雜的產業 還是為你我二人的安慰 有些事情 在沒有弄清楚之前 我還沒有辦法給你準確的答覆 不過你放心 我是不會害你的 好 雖然我不知道你在成謀什麼 但你要記住 我們是夫妻 凡事都可以共同商量 冬天 你知不知道你這個樣子很迷人啊 等這件事情結束了之後 我們就做真夫妻 好不好 想當年 喂 為什麼呀 考慮考慮我呗 我又不差 而且 等一下我進一邊吧 喂 什麼 醫生不是說父親已經變成植物人 永遠都不會再醒過來了嗎 怎麼會 好 我這就回去 父親醒過來的很蹊蹺 我會有局長 你先去吧 我晚點過去跟你撐腰 好 你太住了 我需要你 搶件事 孫小姐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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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小姐 關於你即將被罵書 宋氏集團接上日資格一事 請問您實現知道嗎 孫小姐 聽說你拋棄顧家 孫小姐 你拋棄顧家長子 然後勿氏集團總裁 顧彥婷停在一起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還有 你被罵書這件事情 跟你擅自退婚有關係嗎 孫小姐 早先便有情人說你結婚出軌 是有什麼隱形嗎 醫護人說 你留婚婚夫身上作為外遇 請問你能繼續講講嗎 你 你是哪家的記者 孫柏瑜的 不錯 就你說到點子 首先 顧遠早就不是我的外婚夫了 早在兩個月之前 他就吃軌了我的妹妹宋依然 那些說我出軌 說我被捉盡了 麻煩你們拿出證據 否則就別給我告訴你 其次 宋家的繼承人只有我一個 宋依然作為一個私生女 在家裡連碰我東西的資格都沒有 不 顧遠那個渣男子 至於繼承人 那更屬於繼承人 宋依然是私生女 那她媽媽不就是小三嗎 就聽說 宋小姐的母親楚威 是通過不壞別人家庭關係上位的 看來這件事情是真的 事實就是這樣 宋依然這個私生女 根本不配於我之間 往後再讓我聽到各種類似故事的報道 你別在我日期日時 將各位記者朋友 告得親家蕩蕩 宋依然接過 宋依然接過 令總經辦及鼓動會雙決議 宋家繼承人 由宋言改為宋依然 請問是否有意義 我有意義 大夫 你最近草莓是從醫院裡死過的 要好好在家休息 還幫助做事 因為 這麼好的霸出大喜不喊我 是不是有得說不過去 宋言 普通大夫都會表現完畢 你怕也不死 他還是來阻止這場道去 他送依然一個私生 繼承家裡 豈不是天大的笑 今年 之前我生肥 公司裡很多事情都有心理意 但現在我好 我就有必要 對公司選擇一個合適的事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心理不足 但是在公司這方面 依然 會贏 所以 你這麼鬧 就派出正弄吧 宋男小姐 依然小姐上個巨度 為公司設計了三個新款 利潤增長過億 你為公司做了什麼 我本來沒有打算這麼早就接吻 但既然一進來就有人提 那我就不客氣了 你們好好看看 這這是什麼 什麼 很熟悉對吧 這不就是你從我房間裡 偷出來的我的設計圖嗎 雖然 所以我說什麼 不遠 話都說到這份上了還不夠明顯 他 所有的作品都是從我書房裡偷了 宋一人 就是一個只知道剽竊別人創意的小偷 偷不著 怎麼會是偷的呢 也知道我該不會有什麼誤會吧 宋一人 到底怎麼回事 宋一人 宋一人 你說不說話還對待我幫你說 你貪得無異心 進了宋家的門還突破 還繼續宋家繼承的位置 只可惜你身份低微不對待最認 於是你便想盡辦法了這兩次 但是你會不覺得無數而見 你便想出了偷我設計圖這個下山那一方 更大設計師 我說的沒錯吧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他在無命啊 宋一人 你覺得你說這個很好笑嗎 正好我來之前 管家已經在監控我小學了 證據都在這裡 我自己看了 宋一人 我突然覺得你挺深入去聯繫的 畢竟你牽住我房間 偷偷我設計好的樣子 像極了一個小手 優秀啊 優秀啊 郭遠哥 你不要聽他 你一定要幫我 你一定要幫我 賤人 賤人 誰會看上你這麼蠢話 滾 郭遠哥 郭遠哥 宋一 年輕人在哪兒臭很正常 但依然 至少品性端正 沒有鬧過 什麼初回的 都不會有了未婚夫 還嫁給別的男人 也又何必 叫你媽媽 你哥閉嘴 誰是宋氏集團 是我媽的傳言 根本能把這個小三說謊 而且 是宋一人先和郭遠搞到一起 那位勾音姐姐的未婚夫 這也算品性端正是嗎 姐姐 我沒有 是忽陽哥他 哥哥哥哥哥哥 成天在這哥 你是母雞嗎 姑娘 依然畢竟是你妹妹 你有必要在當中求人 公司現在還是我做的 這幾年 你遇的是我在 況且 你現在已經攀附上了富家 卻得罪了 今世的零件 你 不是合作繼承人 爸 沒想到你剛醒來 消息都是 是 既然都弄到這份上 那我也就直說了 這間公司 是當初我爸和我媽一同創嗎 更貢獻 我媽並不比我爸的少 更何況 第一筆啟動資金 就是我媽拿的 這一點 我沒說錯 我媽去世之前特意主付給我 一定讓我照顧好這間 所以 關於繼承人的事 我絕不退上 如果我爸想過 可以 但如果你們想插手 絕無可能 但如果你們二人想插手 我絕不允許 爸 你看姐姐說 楊燕 我知道 公司的今天 離不開你母親的貢獻 但是你能力不足 若真把人家交到有了什麼事 後患不群啊 我能力不足 事實都已經擺在眼前了 是他剽竊的我的創意 誰能力不足 還用我再多說嗎 宋氏真的有能力又如何 我們宋氏不過是一個小企業吧 又如何能與京視人家抗衡 把公司交給你 等程宇看著公司被林家吃竿不驚 不錯 二小姐做事隨在復兆意 但她不會給公司帶來禍害 今天 董事長的位子 你必須讓出來 沒錯 必須讓出來 這種不為公司利益著想的人 我們不需要 宋元 你看到的 這些都是追隨公司多年的老骨頭 他們的想法 就連我也無法左右 正好 你們來了 我也省得麻煩 這是繼承權的轉讓協議 你把自欠了吧 爸 你確定你要比我輕心 我本來 就是打算把公司交給依然他們母女倆 這幾年 我虧欠她 那我呢 自從他們兩個進了我們家 我就沒有夠過一天安設的日子 你對他們有虧欠 那你對我呢 這個字我可以欠 但是我保證 不出心情 我會讓公司重新回到我手上 慢著 財經中刊出報道了 負視集團下令全力打壓宋市 此刻 鄭大師收購所有股份 公司長 照這個進度下去 不出半個小時公司就會破產 什麼 張總啊 解約的事情 你看能不能再考慮一下 我們公司這邊不不不 陳總 我們沒有和負視集團交惡 我們 哎李總 我們之前不是商量好的嗎 你怎麼又臨時變卦了 不是李總們 喂 市長 李總那邊解約了 啊 陳總也是解約了 張總這邊也解約了 你不是已經和負視集團的老 范萍結婚了嗎 他為什麼會突然露 那我是不是 你不知道 宋言 你比誰都清楚吧 我都聽依然說了 你在庫市集團的晚宴上 讓顧總 把依然和顧員給趕了出去 當著那麼多人的面 說抵制宋家 你敢說這後面 沒有你的功勞嗎 對呀姐 一定是當時你讓副總對付我們 他當真了 宋言姐 你給他打電話 讓他請手吧 我從來沒這麼說過 你不要在這裡 以為你在哪兒 是我的女婚 沒想到 居然如此不得可的話 你原來在這家的東西 從今天去 宋家也不用回了 知道我宋川雄 沒有生過 爸 房子是我媽留給我唯一的東西 我絕對不可能搬出去的 如果你執意要跟我們斷缺關係 那你就罷死 你這個不孝子你 鄒總剛醒來這麼大呼吸 這個我其實有什麼不孝 副總你怎麼過來了 能不成是給宋言出頭的 起了怪 副總這麼喜歡宋言 不是針對我們這個小公司吧 他幫助宋言 來多多我們控制權嗎 還有誰呀 這妍妍 這姑娘從小 這不就是十分乖情 我怎麼可能對她不滿 啊 那這是 都只有我 哎 我實際很寶貴 就不跟你交權子了 想必各位都已經收到來自四面八方幾月電話了 的確知道 但不懂 我宋家自認為沒有答對到你 而且 我女兒已經和你結婚了 這 這什麼意思 我什麼意思 宋哥混合就知道了 只需要二十分鐘 宋氏 好 好 到時候你們各位 你的心血 都不不不不 你的身體 還會必須要你去我的債務 好 我已經找公司財務給你們算了 光是你一個人 進來五億的債務 我都不不不 你高台貴小姐 想讓我放過你 立刻把公司等到營業手上 否則 等待你的 就持久多數 那 宋氏 是我這麼多年的心血 你 凡是你沒講到 你這麼難求 我來不是給你談道理 我來 是給助員撐腰的 鄒鄒 我提醒你一句啊 假如你現在直接把公司轉到爺爺手上 你每年還聽拿點風 但要是不轉的話 等待你的 這個獲者和巨額站 你看我十分鐘時間 慢慢 爸 你不能轉 你說過 你要轉給我們的公司基層人是我 是啊 老宋 就算破產了 我們也可以從頭再來嗎 畢竟那麼多的根基在這兒 要不然 五分鐘 宋董事長 如我說兩句 公司現在的情況 要是破產了 就毫無回轉的可能 要不然就把公司給他出去吧 是啊 況且這個公司就是大小姐的 我看就給他犯了 對對對 我也贊成 這大小姐可是副總的老婆 把公司給了大小姐呀 大小姐以後 肯定能帶著公司蒸蒸日上 總比要給某些私生女要好的吧 你說誰是私生女的 我又沒指名道行 你這麼激動幹什麼 劉虎東 你這話也太過分了 我和老宋是鄭大黃銀在一起的 你聽什麼這麼熟女啊 對 別以為你是虎東我就怕你 閉嘴 你這條件 我不答應了 哇你不能答應了 你說好給我的 你一嘴 公司都快 你要那個繼承人還有什麼用啊 沒啊 之前 所周的不對 這樣 就按付的 現在我馬上 把公司 讓你那首次 現在我就安排了全米合同 就給 是 你看看 那分紅呢 大 分紅的事 沒有辦法 什麼意思 你剛才只是個編情約定好了 我可沒有答應 剛才 你那又是想發出我的位子 又是想把我趕出宋 現在三年兩宇想把我回 你講的真美了 這轉讓合同 宋言你可別太過分啊 爸和股東們都是為了這個公司好 你這樣做也未免太小氣了吧 能能大度一點啊 不錯 你想要公司 還可以找了副總幫你 現在都如你所願了 你還想怎麼樣 這麼多股東 還有你爸都在這 難不成 你還想讓他們 都給你跪下道歉不成 大胃磕頭就不必了 但是 你們得給我個說法 楊仁 如今 我已經願意將公司轉個鈕 你還想用什麼說法 我承認 繼承了那事 是我做的不對 但是 你沒有必要 就這一點不放 別鬧 把合同簽了 是啊是啊 大小姐 你別怪我們 我們也是為了公司好啊 不錯啊 大小姐 總是我們說話是難聽了一些 可是我們也是為了公司能有更好的前景 況且我們都是老員工了 以為公司奉獻了過程 你就不能為我們考慮考慮啊 為你們考慮 你們剛才群起而攻擊的時候為我考慮過嗎 行 讓我答應你們的條件也可以 但你們也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你說 只要我們一半得到 一定幫你打成 這才是求人家友的態度 剛才反對我的意義 一人只要給我一半的口 我得簽字 送你 宋衍安你別太過分了 這些都是公司的元朗 你閉嘴 這裡沒給他玩 爸 你是知道的 我現在在這個公司根本就沒有失去 今天 我把字簽了 成了公司新任的董事長 明天 你們就可以又太過分了 你們總得給我點保障 即便如此 這 這一半也太多了 我答應你 以後 絕對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你看 信不信 公司 你 我覺得爺爺說的有道理 我們要的 是百分百的事情 好若成了新任董事長 還要隨時承擔被罷出的風景 未免太不笑 依我看 不如就按爺爺所說的 我說 不是不行 自動 話不是這樣說的 我們也沒收別人 我們願意 願意 是是是 我們好好轉 我也 我們馬上轉 快轉 馬上轉 是 馬行李答應出 是 你 你 你 和她 你 你 你 我 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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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長輩 讓你端茶倒水是你的本分 怎麼你還想讓我媽伺候你不成 我 我就是這麼想你 孫總 朋友是你女兒 這個封印人啊 是 我懂你的意思 馬上不要飛走 住口 你也說的 都是一些端茶倒水的小事 宋言是你的姐姐 你為他做這個事也是應該的 趕緊去 要是因為這個事耽誤的時間 送家破產我找不到 給你的茶 還要是聽到 既然好 這回不涼了吧 是不涼的 再靠 行 聽到 這回不涼 宋言 不是我說 你這種伺候人的活學的可真快 要不我跟你介紹工作 就在公司樓下的茶館 外面的喊 宋你啊你別得寸進尺 不是 我給你介紹工作我還有錯啦 宋言 依然已經照你說的給你端茶倒水 你還想怎麼樣 大神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自從我十歲那年你搬到我家 你就把我砍得出去 然後糾纏氣場 請問 你準備什麼時候從我家搬出去 你不要情人太甚 你什麼的厚嗎 是個大的老婆 你又把我和你妹妹趕出去 你就不怕外人 說你不像嗎 對 剛才倒茶的時候 你三番五次的為難我也就算了 你想把我們趕出去 不可能 不可能 真的這麼可能 我現在已經命管家 把你們的東西都打包好了 你覺得 你們今天晚上還能在家裡住 你 我什麼我 你們修建去除了那麼多年 還不夠是嗎 你 他們畢竟是你的家人 之前我申病的時候 也是你處理一直在照 你怎麼能住得這麼久 爸 只有你這麼熟悉他們 那你和他們一起搬出去 對於你旁邊的這個女 表面看著善良 你實際上就是個蛇蝎心腸的女 他沒有趁你昏迷的時候 把你氧氣管拔掉 你快 你怎麼在呢 那你媽呢 我不懂 什麼不是說 簽了繼承協議 咱就取消抵制 您這是要去哪 簽繼承協議 我看你連你們的家務室都處理過 我爸也沒時間簽繼承協議 我沒規復看你們在那演戲 你 哎哎哎 馬上出馬上處理 你 我讓你幫你修花 這個家還能不能夠賺 我讓你修花 你修花 校園 我們今天就擺走 但你給我記住 這件事 你們做得多少 你只要到一天就要我記住 永遠的希望 我們走 雅雅 你想要的 我們都做的 你看 這個計程行李可以簽證 可以 市長 公司新人董事長 李京士爺 那我們的合子和芬紅 我會分回家 讓他們重新開展的工具 芬紅呢 我也會找人跟你談談 那爺爺 哎 要不要晚點 拜託你去 我們待會一家人 一起吃個飯 一家人 你早就不是我的家人 芬先生 把東西先進去 不要妄想把楚然和宋依然 對的奴隸接 不 謝謝你 東上 你沒事吧 在想什麼呢 我就是不明白 同樣是我爸的女兒 她為什麼對宋依然 就能做到這種程度 甚至可以做到這種地步 而對我 就只剩下利益和算計了 這是什麼 我的工資卡 工資卡 你做我這個幹什麼 我看你心情不好 所以想著把工資卡給你 哄你開心 反正別人家的夫妻 也都是女方管著男方的工資卡 哎你就收著吧 你們女人不喜歡這點東西 你對我這麼好 該不會是喜歡上我了吧 你不要 我又不缺錢 我要他幹嘛 你要是真的想哄我開心呢 就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約會 去哪約會 星辰珠寶 莫言 我發現你這個人還真有意思 別的女人約會 都是吃飯逛街看電影 怎麼你約會 是讓我陪你去逛珠寶店 逛的還是我們富士們家的 我跟那些女人 只是一樣 因為這是不來的 正好我要設計件新品 要參考一下富士集團旗下的天使之外 你帶我去不也方便 好吧 那你先去吧 做好 謝謝 去看社會 做事 好嗎 小姐 請問您想看點什麼 你們店裡那款叫天使之類的項鍊 可以拿給我看一下 實不相瞞 這款項鍊是我們門店真正之寶 我得再問問我們經理 啊行去吧 一樣的東西包好了 好的謝謝啊 經理 怎麼了 那邊有個客人不知天使之類 天使之類 你帶我去看看 小姐 我們經理來了 做人 顧婷 顧婷 好巧啊 經理你們認識 是啊 我們認識 你先去忙別的事 哦 好的 就是你想要看 就是你想要看 你先去看 如果您方便的話 就去幫我拿一下 那我看沒這個必要 比之前和我表哥在一起的時候都買不起 現在退婚了 現在退婚了 恐怕 我買不起 好買不起 顧婷你別忘了 我們宋家和顧家實力相當 而且不就是一條項鍊嗎 有什麼買不起 我非要到這裡 哦 不買 你看我們鎮店之寶可以 勸要先燕絲 少於五千元 賦給他 我根據還真是 不就是燕絲是嗎 行 完了完了 說來太極妄帶銀行卡了 早知道剛才傅燕廳 給我工資卡的時候 我今天收下來的 你不是要燕嗎 不敢拿上來嗎 我出門太匆忙亂帶了 你要是想燕絲呢 我就不喊就行了吧 在我面前住 我還能不知道 你在送家是什麼處境 海洋之心這個級別的笑容 你買複喜 他們 到底呢 我怎麼不記得這家門店 他要需要燕絲 才能看鎮店之寶不貝 你宋妍這個賤人 誰啊 我奉勤你把子彎 我放乾淨一點 連我都不認識 你看你這班也不用上了 宋妍 他可是我的妻子 妻子 行啊宋妍我說呢 你之前那麼喜歡過表哥 說退回就對了 原來早就跟這個小白臉 勾付在一起 看打扮還挺有錢的 啊宋妍 你該不會是小孩上位的 不停 你說話挺有意義的 之前你表哥 宋依然勾搭到一起的時候 怎麼沒有見你這麼正義了 現在裝什麼正義的事 還有 我和我老公可是正經夫妻 就你說話之前先不滾腦子 行了吧宋妍 別嚇唬 就你這樣的能找著什麼正經的 哎呀行了行了 最討厭你這種 也只是廉恥的人了 趕緊給我滾吧 沒滾我找來 可能 你今天應該讓我又滾 有什麼興趣 你們滾不滾 不滾我可叫人了 叫人啊 好 我 李特助 十分鐘內 立刻出現在我面前 李特助 那是我們副總的特助 你怎麼有他電話 我為什麼會有呢 等他來了你就知道 完了完了 敢這麼跟李特助說話的人 只有副總 難不扯嗎 高級是 這個人絕對不可能是副總 不只要被深信 分明是金氏銘家大小姐 安安 真見 想起到你副總 能不能 誰門 你還挺能裝呀 居然給我們李特助 你該不會是想說 嗯 就是副總嗎 我 我剛才沒說副總話 你就是顧遠的表妹吧 我究竟是誰呢 你現在可以打電話 問問你表 為什麼會 副總的未婚妻 那可是京氏林家大小姐 林安安 怎麼可能跟宋元這種見人 去 你要想裝個有錢人 咱也找個段位低一點 裝副總 你膽子夠大的呀 瑞萍 你還真是和你表哥一樣嗎 待會李特助來了 你就會知道你現在的職位都很小 行了吧宋元 你居然還敢在這兒笑著 李特助日理萬計 只為了副總笑 就要給你們倆 還想把他叫到這兒 也不撒胖尿照著自己什麼德行 好安啊 給我過來 瑞萍 請問你要什麼吩咐 他們兩個人冒充副總 把他們都打出去 是 住手 李特助怎麼真的過來了 完了我搞錯了 這個人就是副總 你想幹什麼 李特助 我 我 我問你想幹什麼啊 孩子越來越大 連副總和副太太都敢打 我看你不想混了是吧 李特助 我 我不知道啊 誤會都是誤會 我真不知道 滾看 副總你要如何阻止他 把他開了吧 另外 跟雲氏其他產人打了招呼 只要這麼酥秀 你這是斷了我的傷度啊 我知道錯了 你高台貴手 你饒了我們 我以後咱也不敢了 滾出去 滾出去 我以後咱也不敢 我不敢了 我以後 我們以後就對了 我以後就不要 我以後就沒想到 回家 你不敢了 我以後就把 我以後就沒有 因為我以後才 你後就不敢了 这次来也是想向您汇报一下 直接给从来说 好了 太太 您父亲此次醒来 别被偶然 这其中还有属于的手 什么意思 这是您父亲的 严育的方法 上面详细地 显示了您父亲的心脏 据我了解 您父亲的各地性能队 也没有足够的能量值得 这次醒来呢 实际上是因为 强行幻想了您的父亲 不过 副作用极大 什么副作用 家具型的专业 简单来说就是 什么 他们母女二人为了争夺继承人的位置 还真是无所不用其解 这种上天害理的事之上 我真是臭事 别开住 你去联系一下这旁边的专家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状况的意见 另外 把这份检测报告和你查到的消息 都让他给送开去 是 我副作用 还有一件事 你说 林家那边已经还有什么时候了 据我们的人传来消息 近日林家平反来自身的各个合作当作 似乎是在 跟他们 就是取消合作 一图是在 利益计划的招标会上 打出一个似乎 请打击合作风答应了 林家请来的京市 三大豪门 共同质压 似乎都答应了 这样 你帮我用了时间 约他们一起 我们一起 不用约了 为什么 既然林家已经有所行动 那就说明 他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就算你约他们出来 有余数 那你的意思是 走 等到这次的招标大会结束 一切都会尘埃落定 卫元廷 他先保证 附加不会有事的 你走 那个 素总 那个 保姻大 里面还有保在等我们 我们该再聊 刘总 哎 大哥 怎么了 这是这一个两个都躲着我们 为什么呀 自然是因为 我自己都拍下波厂啊 亲爱的故众 这备受灵养的滋味 是吗 我不是已经下令底绪顾奖了 你怎么还能出现在这种城 是 哈哈哈哈 对 这什么东西 我实话告诉你吧 这林小姐 已经跟我说了 只要我刚才能跟她做事 她就会 逼着你 我现在 没隔着金事 林扎 你觉得我还要变胖呢 哼 林家 你别人当作我还这么高兴 素颜 我说什么呢 我跟林小姐呢 是不够够力 倒是 这林市 马上就要针对福祉 而且这两天 很多合作商都跟富士取消了合作 再这样 我家的一家 不 还不一定是 当然 我说 富彦亭当然会选择跟我在一起 毕竟他不像你 你所珍视的什么权势 与 你太艺术的不像你 况且有我在 不再跟我说 你做你的 太过自强了 今天在座的各位 可是金事 以及权贵 他们跟富士 都已经取消了 你拿什么宝 富士集团 依我看呀 你还是把富彦亭让转的 新许林小姐心意转的 还能给你们一条活路 富彦亭 说的对 富彦亭 今天是个厚势 富彦亭 现在 你还要拒绝我吗 你用这种手机 会没有去 太不愿意了 未必 我只不过给你选择了一条更好的 怎么了 小小姐 不错 相信富士乱 还已经知道了 只要林小姐医生问一下 这富士导臺 哪里的性格之间 而你呢 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显真实的课 啊 你怎么知道 我什么都做不了 诸位别忘了 这里 是丽亭集团 招标会的县 而富彦亭 是开了亲子要紧的课 结果如何 还不一定 丽亭集团 宋言 丽亭集团 真的有意向和富士集团合复 那又如何 只要我一生命下 三分钟之内 在场的中宗公司 都会立刻取消 富家 也会立刻 你说 丽亭集团 会和一个用过产的公司 和我们 反而我说 对 宋言 你可真不要脸啊 真把自己当成什么微微暗了 一个无权无视的废物 要不是架子变子 怎么会有资格参加这儿啊 你又凭什么说能左右丽亭集团的决策呢 宋言 你是害怕被富总抛弃吗 口不得言 对 你只不过是一个 百无不庸的花瓶而已 在富女呢 没有任何做 而 林大小姐 那可是金氏林家的独女 完全掌握了护士的秘密 你说 但他有一点脑子的 是吗 那就看他不懂 做什么选吧 林小姐 恐怕要让你失望 我夫妍 您的嘴唇 只有骚扰 没有人 我的心 只有碰到你 林小姐 他这次能令你对他什么呀 富业姐 做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要经过 你到底 我并不是故意要惹你生气 我只是单纯的故习干净 你 你 还真是不是好的 放着林小姐这个千金大小姐不要 跟宋言这个 狗一八草混在一起 你真的是枉费了 林小姐你赔心意 是糊涂啊 如今这种情况 附加黎破产 就差了一万一 只要才选择林小姐 变何按照目涌 可是这 是 也不知道 富业亭 出现集团那个女人是什么 林小姐 可是出了精神 本就是众星捧月的水算 况且在云市这种地方 这富业亭 就算是当一回陈志伟 怎么样 我 当初若飞王家在危难之际 你出手上 恐怕我们王家早已不复所在 念在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的交情 我好想劝你 要不然重新考虑一下 陆燕婷 听到了吗 大家都一直觉得 我才是你最正确 我劝你 还是乖乖站在我身边 你把我哄太心了 我不责怪你 抱歉 竖然 陆燕婷 你别不是好歹 就是 我劝你搞清楚心事 只要林小姐医生令下 富士即将破诊 你一个常常的富士严股胎 马上就变成一个 一文不值的臭乞丐 什么什么清高啊你 顾元 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说的有错吗 算个什么东西 林小姐 我无疑应运 但我问题却没有理想 好你执意真是我不做 那我也无话 你请自立 好 我到时候就要看看 从我摧毁了你 连以为傲的富士 在亲手服务不解 我看你们怎么校长 各位 我知道 大家已经和富士集团 不过多了 但我林安安承诺 凡是和富士集团解约者 都将成为我林家的座上宿 我林安安 认为各位搭上真实的座 但是 如果有人不愿意 我林安 不建议把坏人赢到你 让他成为CIT 副总 抱歉了 我们两家的合作 恐怕不能再进去 副总 林安安 副总 对于你的提鞋之恩 很明智于心 但是此事呢 都不知道我王家的家族 请说我 不做你的 但是你放心啊 你的家人呢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她 林小姐 我们王家也愿意去交合作 不错 看来我前两天跟你们说的话 我会让林家的人联系你们 好 如今和富士集团的合作 已经全部取消 不出三天 富士集团就会全面 这就是你拒绝我说的 不过 我依然对你很感兴趣 既然你不识抬举 不愿意跟我结婚 但是 如果你愿意比我睡一晚 林安安 对我老婆快尊重点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敢配合我这么说 宋言 富言天现在都破产了 还笑张个屁啊 林小姐能看上你老公啊 那是你们俩的福分 知道吗 不错我奉劝你不要激怒到我 这里我身份最高 你的身份最高 这里可是丽云集团的慈善晚宴 在这里谈你的身份最高 背面也太可笑了 况且丽云集团人还没来 这晚宴 丽云集团的人来又怎么了 他也不会和破了产的机会 我说过了 今天晚上招标晚会 我不会让你们二人参加 丽云集团招标会规模门槛极高 非权贵者不可顾 如今富士已经倒台了 他们的二人没资格走 哎哎 你不出去 没有如此 你自己会走 不用走了 我们要等的人 来了 老板 人我再闹了 反正路上确实有点 太好了 还行吧 也没有太晚 邹小姐好久不见 孙总一路奔波辛苦了 他们是谁呀 怎么会和他那个奸人打着 好呢开门 他怎么也来了 这 傅彦室不是去接人去了吗 这一上来就在孙明有个孙子 我想这是跟傅彦室一个面子 而且这几个人不像是云市的人 加上云市集团这个高层今晚回来 不肯定就是他们了 欢迎来到云市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想必二位就是丽云集团的人吗 我是丽云集团的董事长 孙志涵 请问这位小姐您是 啊 孙董事长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临市集团的继承人 林安安 很高兴认识你 想必整个招待会上也就我就有资格招待您了 那个 林小姐 稍等一下 这次招标会的名额 我们早就已经有了人选 定了 请问是谁啊 傅氏 傅燕亭 怎么会是他 没想到丽云集团竟然真的想要副手中标 把我们解除合作是不是太草传了呀 傅氏集团之前在云市本来这是龙头体 丽云集团选择他们中标了 实际怎么办 我没心意 副家都已经倒台了 他们仍然就选择副手 那其中 有什么人正好 林小姐 他们肯定不知道 傅家的情况 要是知道的话 一定不会让他们中标的 你说的有道理 孙总 您是不是搞错了 傅燕亭 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 丽云集团的中标人 什么出自言 孙总 您有所不知啊 就在刚才 傅氏集团已经倒台了 傅燕亭更是被踢出了云市的选择去 就他这种普通人 连参加这儿的资格都没有 更别说出自标了 傅总 我们可做过详细的背调 你做我们丽云集团的合作方 怎么会突然倒台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因为 自然是因为你能力不足了 傅燕亭 倘若不是你意孤行 怎么害得傅氏集团 能落到如此下场 孙总 就像他这样 为了一己思虑 不顾公司利益的人 他不 林安 你说话未免也太可笑了 分明是你为了和傅燕亭在一起 不计划高价 结合了傅家的合作 现在 你又在孙总面前说 是因为他能力不足 你不觉得荒谬吗 你不说 我不说 也对 毕竟现在傅燕亭是丽云集团新典的众标员了 你不敢承认给你 宋言 你才胡说八道些什么 傅家都已经完了 丽云集团怎么可能让他技术众标 是吗 孙总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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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恐怕要让你失望 毕仁孙志安 丽云集团的董事长 我宣布这次的众标人 还是傅氏 傅燕亭 还是傅燕亭 孙总 您是不是搞错了 以前让他众标也就算了 可是 这是我们丽云集团的决断 还轮不到你在这之后呢 可是 可是什么林安安 事情到现在这种故事 你还认不清现实是吗 你 已经输了 闭嘴 宋言 你不就是一个花瓶而已 就算傅氏集团中标了又能怎样 我早已经调查清楚了 傅氏集团设计部人员西区 根本就没有人能设计出好东西 到时候 丽云集团的设计稿 你们谁来教 拿不成你话 是啊 我知道 你什么东西啊 孙小姐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当然 哎呀那可太好了 这次我们春季的新品可算是有着落了 哈哈哈哈 孙总 怎么开玩笑的 他根本什么都不懂 他都不懂设计 闭嘴林小姐 宋小姐可是维安 你敢说维安他不懂设计 什么维 你说什么 林安 这个问题跟你说过什么东西 我就是为了 什么 什么 这不可能 你说三伙说八道 林小姐 你那敬礼 我了解孙小姐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维安 一定是他做了什么手脚 难过了孙总 而且 对吧还没说话呢 对 开冷 你知道对不对 他是假的 他不是真正的维安对不对 不好意思 宋言的确 什么啊 你们都在胡说八道 你们都是骗我的对不对 对了 究竟是真的假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早就提醒过你 不要忘了自己的生死 现在 我就要新账旧账 跟你一起算 开吻 孙总 账旧在附家的慈善晚宴 这是这位 是独貌中 为 原为 不敌 您看怎么解 还有这种事 林小姐 你好大的胆子呀 宣布出去 从今日起 整个设计界 谁敢再跟林家合作 就是与我们利云 居谈为敌 宋言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不 这只是你自找的 好 我自找的 那这也是你自找的 二斤 宋小姐 傅先生的情况 目前有些复杂 他是因为死血过多 引起了许克 但是伤口距离心脏太近了 究竟什么时候没醒过来 谁也不好说 好 谢谢医生 妹妹 那个给你阿达一点点酒 孙总不在和林家救世 您看 告诉孙总 不用教室 直接请最好的律师 我要上林安安 老弟坐船 那言庭 谢谢你 你替我挡的那一刀是不是很疼啊 上一身就是这样 替我挡下了分过来的车 你说说你 你就不怕死的吗 孙总 你不是想知道我的命名 你快醒过来 你醒过来我就告诉你 你 我没事爸爸 你没事爸爸 心疼 我怨婷 你吓死我了 我怨婷